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林 人参被誉为白草之王 是非常上等的补品 最近马上就要开春了 朋友们可以多买一些人参来炖鸡汤 可以给自己的身体多补一些营养 但是买回家的人参 如果不知道正确的保存方法 放不了多久就容易发霉生虫 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人参 那今天呢,猫林就来给大家分享 保存人参的正确方法 营养一点都不流失 接下来就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 通常买回的人参呢 要分为仙人参和这种理合妆的干人参 接下来猫林将分三个方面 给大家讲解人参的正确保存方法 由于人参的保存 对温度和湿度的要求比较高 因此干人参和湿人参保存方法是不一样的 我们先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像这种理合妆的干人参该如何保存 首先,我们将需要保存的干人参卸下来 然后放入一个保鲜袋当中 为了防止人参长虫 这时我们需要在袋子里面放入一些花椒 放好后,我们将袋口寄紧 将人参包裹起来 接下来呢,我们准备一个牙签 用牙签在袋子上扎上一些小孔 最后,我们再将包好的人参 放入冰箱的冷冻室中冷藏保存 在0-4度的低温环境当中 咱们的人参保存一年都不生虫 不发霉,营养成分还不流失 第二点,鲜人参该如何保存 刚刚采摘出来的鲜人参 里面的水分含量还比较多 由于我家里没有鲜人参 这里呢,就以干人参为例 给大家进行讲解 在保存之前,我们需要准备一些湿润的土壤 土壤里面最好是有一些青苔 然后呢,我们还需要准备一个保温箱泡沫 这种泡沫呢,通常我们买速冻食品的时候 都会附赠油 具体方法,我们将土壤倒入到保温箱当中 倒进去以后 我们再将人参埋在咱们的土壤当中 这个土呢,我们在选的时候 一定要摸上去稍微湿润但不湿手 而且表面呢,最好多一些青苔 我们的新人参在土壤当中埋藏好以后 最后再将这个保温箱放入冰箱的冷藏室中 冷冻保存,放半年都不会坏 不过这里需提醒大家 咱们将新人参埋好后放入冰箱 一定要时不时的拿出来观察一下土壤的变化 因为人参对湿度要求是比较高的 如果发现土壤比较湿 这时呢,我们就用喷壶在青苔表面撒一些水 但是不能直接撒在人身上 检查完土壤以后 我们还需经常检查一下这个人参是否坏掉 通常呢,它坏掉都是从根须开始 以及这个衔接处 如果捏上去呢,是完好的 那咱们就不用担心 这样放置半年,我们的人参都非常的营养 第三点,对于已经坏掉的人参该怎么处理呢 我们用牙刷将坏掉或者找虫的地方给它刷下来 刷下来后,放在太阳下将整个人参晾干 接着,我们可以采用两种方式 第一种就是冷冻 将人参放入冷藏室中 利用低温撒死虫暖 或者放在高温的蒸笼下进行蒸煮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 不管是先人参还是买回家的礼盒装干人参 我们尽量要在一年内将它全部吃完 否则呢,放置的时间久了 药效就不太好了 怎么样,今天猫腻给大家分享的 保存人参的这些方法 您学到了吗? 学会以后,不妨自己在家也试一下 记得告诉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们 我是猫林,下期再见更多 新鲜有趣的小秒招 欢迎在频道下方,是这里点一个关注包 真的吗? 帮助好